人生有长有短 但是如果你有它呢 就活到永远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 他决心移民加拿大 不真正看一下 好像还就是不死心 他们的经济出现困难 当时全家的生活 就是只靠我们那些学生贷款 他为生活而转行 一定要读一个 我毕业以后有一份工作 能等着我的专业 他们的前路茫茫 我们两个男人 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当顿古堡 Dandern Castle 是汉密尔顿著名的景点 于1835年 由Magnab爵士修建而成 现在是加拿大国家历史一季之一 成为对外开放 工人参观游览的地方 从中国天津 移民到加拿大的 邀纪阳和孙永倩 在朋友眼中 是一对很安静的夫妇 他们两个人都不太说话 都是比较非常很安静 这种 不像很多从大陆出来的 都是赶出来的 有办法出来的人 都比较活奋 他们比较安静 给我印象非常地谦卑 他们听的时候 就是很流行地听 当时说的时候 就很慎言 移民以前 邀纪阳和孙永倩 在中国都有很稳定的工作 太太在银行上班 丈夫在当时 令人羡慕的外资企业工作 因为移民热潮带动 让他们走上了移民路 其实出国吧 这东西也真是稀里糊涂就那什么 当然也是也有虚荣心 就是想出国去外面看一看 也并不是说 人人想出国就能出国 也是有一定 所谓的本事才能出国 我本人来说呢 还是不累 到加拿大来 而且也当时确实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要到加拿大来 但是我太太她就想到这边来 国那个 尤其在银行那种 那种风气呢 不想巴结 巴结那个什么 做关系 所以呢 就是想出国吧 跟着那些 那一波潮流吧 也是申请了移民 到时候最后也不知道 印差样做好也就批准了 也拿到了加拿大签证 拿到那个什么签证以后 好像我的朋友他们是 他是99年底过来的 他当时就给我打电话 他就说你再三考虑 那时候也是已经拿到签证 不来也不甘心 二一个不真正看一下 好像还就是不死心 结果等了几个月 等到就是快到 快过期的时候 就全家就过来 幽济阳和孙永倩的朋友 建议他们来到加拿大以后 先取得加拿大认可的学历资格 就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 我们两个人就已经听好 我的朋友的那个就是 就是建议嘛 在国内都已经考好托福了 到这来以后就马上申请学校 那时候就 心就是男的学computer 女的学校counting 我呢 就很快拿到 York的那个 accounting的那个offer 我在国内就学的是 国内叫文科嘛 就没学什么computer 还是那些的课程 到这边 我也不想学那些课程 然后我就想学converse 可能跟我以前的工作 不是还有一些联系吧 我五月 五月底我才收到 录取通知书 在McMaster学converse 可是我那时候已经接受 这个York的offer了 不能两人同时 就是两个城市嘛 所以他就是说 先延期在那什么 虽然我们有一些继续 到这以后没有工作 每天就是看到钱在往外走 没有收入 焦虑焦急什么的都产生出来 我是四月份就在那个Delta这个hotel 找到一份housekeeping工作 做这些个体力工作也确实在国内没有做过 我就记得他要吸地毯嘛 那个vacuum好重啊 然后就我是要读书 一边读书一边打工 然后呢他也是找了一份 labor工 在我们住的那公寓楼后面有个面包厂 我就在那上班 做的工作肯定跟在国内是完全是相反的 在国内你是坐在办公室穿着西装 在这边你要动手在车间里或者是什么样干活 工作是截然不同的两份工作 除了做的工作 与在中国做的完全不同之外 姚济阳夫妇在生活上也要面对很大的压力 我们住在离了Chinatown比较近 那些有很多买中国食品的 为了省钱 我们就知道他一般都六点快关 或七点快关门的时候 那些他卖的东西很多 蔬菜啊都打折 超市去买东西都不敢花钱 还没有钱都是买那个比较处理的东西 都是 所以来港海亿加拿大不错 但是这个生活上就艰辛 让我们有一点不好承受了 你要看相片就能看出来 我们来之前都胖胖的 吃的足足的 然后来以后就是呱一下就瘦了 因为好像压力很大 而且一家人就只能挤在一个特别小的房间里 夏天太热了 那个房间里 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生活 确实后悔过 所以那一段时间呢 我跟我太太也是很少能够见面 因为我上夜班她上学 白天她在家 有的时候她在家我又要休息 都根本连吵架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连互相埋怨的时间都没有 那时候心理落差肯定是有 真的有一种冲击 哎呦天哪 难道是就是这么苦吗 可是也没有想回回回头路 而且也不好意思回去 回去以后也不好意思跟自己那些朋友去说 跟自己家人更不好把这些辛苦也不好 真的不敢跟家里人说 只能把自己看到好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东西告诉家里人 所以我们两个人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姚济阳和孙永倩为生活努力挣扎的时候 附近教会对新移民的关怀 令他们感到很亲切和温暖 他们每周五都有就是唱诗了 茶经了活动 然后开始是免费的晚餐 那时候孩子也小 然后有茶经的时候 我就在下面跟孩子 还有别跟别的爸妈妈聊天 教会呢 经常唱那首歌叫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那个就是说可能当时刚来的时候也是想家嘛 然后又是唱的是中国的这个这个早晨起来五点钟 就都是祷告的声音嘛 就好像就是就要那种就是又思乡又那种反正白感交集那种感觉 就是很很就是很想哭可能也确实哭了 后来我们一直没有进段就去那个教会 但是也不是说为了为了去吃那顿饭 但是我们感觉好像就找到了一个家的感觉在那里 那个教会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 因为后来我要生我的女儿 我生之前那个教会还给我们几个准妈妈 有一个就像baby shower似的 然后买的那种maternity那种书包什么的 当时论我当时条件 我是肯定是买不起不舍得买 孙永倩生下女儿以后 她不打算再继续读会计 由于妖纪阳就读的迈克马斯特大学位于汉米尔顿 他们全家就搬到汉米尔顿 从多伦多市开车沿着QEW公路向西行 当汽车登上跨湖大桥天顺桥 要进入汉米尔顿的时候 就会见到一座钢铁厂 这里曾经是加拿大重要的钢铁工业中心 当时的钢铁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 因为钢铁厂2013年底停产 所以汉米尔顿市需要转型发展 而在汉米尔顿读了两年商科的妖纪阳 为了寻找稳定的工作 她和孙永倩要转行 我学了Commerce大概学了两年 但是就是看到别的人 还有他们学完了以后的那些人 他们出来以后工作还是不好找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 是不是需要 也考虑我们本身的年龄 还有家庭状况 我们是不是考虑 就是找一个 希望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一定要读一个 我毕业以后有一份工作 能等着我的专业 我们两人就同时决定 干脆同时都改成一种行算了 其实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是下这个决心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国内对护士这个工作的概念 跟加拿好当于不一样 国内护士好像 国内想你就是伺候人的工作 所以当时转来以后 也不敢跟家里人说 那时候是挣扎是很大 因为知道那个挑战 那挑战是很大 是一座高山 是一座难爬的山 可是知道那个 如果说你要爬到山顶的话 是有什么 有一份工作等着你 好像他告诉我 上三四门的课 就等于好像服务他们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有家庭的人了 而且孩子很难做到 我记得他们很 那时候很 可以说很穷吧 因为他们一弄好 他告诉我呢 一弄就是弄一个星期的早餐 或者午餐什么的 都是弄一个星期的包子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每天吃那个包子 Daisy告诉我 他很少跟他女儿买新衣服 这样子 我们当时全家的生活 就是只靠我们那些学生贷款 但是说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基本够我们家庭的基本生活 但是在暑假的时候 或者平时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冲户去工作 像我就是在餐馆工作 我知道那会儿 他们仍然在求学求学 找工作找工作 但是他们心情不一样 就是你在教堂里碰见他们 他们可以喜乐 他们可以说笑话 无计妖极阳 就是他可以随便就 jump into talk 然后他就开始 讲他的事情 他仍然是跟以前一样 不太说话 但是他说出来的那些 让你感觉不一样 妖极阳夫妇的改变 不是因为环境变化 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 人生的依靠和方向 在这个找工作过程中 遇到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 她呢 当时也是当当搬到这个城市 然后她也是刚刚到这个教会 然后她就介绍我 那个什么 去那个教会 那段时间呢 差不多 每个礼拜都有 介绍新朋友啊 都是大陆来的 都是大陆来的 我有了他们的资料呢 我就喜欢跟他们通电话呀 到他们家里做一做 关心他们的需要啊 有一次文师去我们家做探访 他就跟我分享这个福音 分享耶稣基督 如何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当这个吴牧师发出邀请 问我们两个人是不是都同时愿意做绝止祷告的时候呢 他说他愿意 那后来两个人都一起 愿意接受主在这里洗礼 在这里成长对教会工作参与很多很投入 以前我在国内跟婆婆跟他们住在一起 可是我每个星期都回娘家嘛 然后到这里后回教会每个星期就像回娘家那种感觉 每个星期要不回娘家好像就是那种好像少了点什么 信主最大的对我个人最大的影响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相信他就给你每个人一个新的生命 而且人在这个世上是人人平等的 不论你做什么工作 耶稣对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帮助把我心里那个障碍移除了 信主以后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心里那些负担 我们知道向随倾诉 当时我们真是把我们所有的身上的劳苦中担 还有都交托在基督也都身手里了 而且他派很多的人来要给我们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学习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有两次牧师把我单独交到他的办公室 第一次给了我一千块钱资助我们 然后第二次又给了我五百块钱 我当时我真的不想要 因为这笔钱好像对于我来说 那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数目是实在是太大了 我就说是谁给我的 牧师说你不要问了 这是弟兄姐妹愿意自愿奉献出来的 专门指定给我们这个家庭来帮助我们 度过当时的经历困难 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然后呢 读书的时候 他就是申请那些个一些个birthday什么的 结果就随便申请了一个 我当时申请这些birthday之前 我就跟神祷告过 我说神如果你要让我得到这三千块钱birthday的话 我把一半还给你 因为是你赐给我的 因为这钱不是我的 结果然后就忘了 忘了然后过一段时间 有一天回家 电话留言就告诉我 学校就说我得到这个birthday三千块钱 我当时我就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当然我想是神是听我的祷告 然后我也遵守我的诺言 虽然就是说在这个读书期间 就是真的靠Ossap生活 好像从来也没有缺吃少喝 所以神的恩典永远是够用 他比不着你的脚要动 保护你的比不大盾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他在你右边硬比拟 白日太阳比不上你 眼前月亮比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世直到永远 不是说你信了耶稣 你什么东西 耶稣基督他就保守你 一方亨顺 你也肯定会遇到很多的试炼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们经常到经常祷告 求神那个帮助捐给我们 我们也经常上教会认识神 他这边护士你不管不是说 你读完了以后你就能当护士 还要考你的license 就是在考license时候 也遇到很大的挑战 最后一个学期 实习的那个医院里跟着那个护士 他就认为我是不合适做护士 他叫我把我退回到学校去 当时确实感觉非常无助 你想已经学了三年半了 再有半年就结束了 如果这个再费用掉 那三年半又白学了 那当时确实非常怎么样呢 受打击 但是这个时候呢 也是自己把自己这些心里的痛苦 也不好意思跟我的太太说呀 不能够把这些重担又加在他的身上 只能跟牧师去讲 然后跟那个耶稣基督去讲 靠自己的祷告 靠来自耶稣的基督的帮助 然后度过这段时间 非常感谢我们学校的那些老师吧 因为他们也去医院去询问那些的管理者 或者别的护士 然后他们就建议我就是照顾掉那点课 然后把学费退给我 然后再重新等于下一个学期呢 再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学习 也是非常感谢 下一个学期我去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现在上班的地方 姚济阳在取得护士资格的时候 遇到很大挑战 孙永倩在工作上也曾遇到很大困难 在工作中有一个一位同事吧 他可能也有一些个 mental health方面的问题 他就是非常的bullying 我们俩一起上一班 然后我就建议一下 就是把这个work load比较平均一下 然后跟他建议一下 然后他就非常的恼火 在半夜 就是其他两个同事去break的时候 就办公室里就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就突然一转身 他就站在我的后边 他就那种表情 就像是有精神有问题的人 然后眼睛睁得大大的 红红的 脸通红的 就是说 给我的那种感觉非常不安全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跟manager report他 从那就开始 然后经理他们就是说让我们俩人避免一起上班有一段时间 可是毕竟不是长久之际 经理他们也拿他没有办法 他就是在给我们俩人同时要上班的前一两天给我发一封Email 让我去别的Union上班 我就觉得很不公平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情绪真的很低落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情绪真的很低落 就觉得特别一种 下山的路 如果说就是曲曲折折走着走 走到尽头的时候 一点往左拐或者往右拐 你如果要直着走的话 就是就像 你就像飘下去 然后山下 当然就是那种 你知道是什么那种结果了 就多少次那种 那种 不叫欲望吗 多少次那种 真的想就是 就一直就开过去就算了 就这些事情好像从来也没有 跟别人 甚至跟季养也没有分享过 因为觉得好像毕竟不是说高兴的事情 另外 分享出来也不想让他们替我担心 我知道他遇到很多困难 他虽然他不跟我讲 但是我知道 所以我只是替他祷告 我也没法帮到他 因为他遇到的困难 我也不可能我去他去做 我想也是只能让他 让他自己把所有的事情 让他能够交托 能够依靠 知道他能够从哪里得到真正的帮助 感谢神 他没有让我做出这种愚蠢的动作 然后就是说 在那段时间里面 一边开车一边流泪 说我是主啊 我实在是再也追尺付诸 只能是跟你祷告 跟你求 就是说 流泪祷告以后 真的感到心里有一种安慰 是他来的安慰 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弟兄姐妹 他们不想帮助你 好像如果说你要是那种念头很强的话 他们任何人都帮不了你 只有是说 从天上来的帮助能够帮助你 现在 回想他们的移民路 他们都有很深的感受 一开始我想我真的不知道到加拿大 为什么到加拿大来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就我自己感觉 我就感觉是神带领我们到加拿大来 他能够在茫茫的中国的十亿人当中 找到我们 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让我们能够认识他 能够相信他 神一步一步一步带领 你不知道在前面等的是你 是什么 可是他都知道你这一生会是怎样 他的安排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所以现在再想起来 感谢赞美主 他给我的安排实在是太好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这位 引导和帮助邀吉阳夫妇的耶稣基督 欢迎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和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跟你分享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你 是从一四三 叫那很大的人入眼追散 唯有一人必然欢喜 在世面前高兴快乐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小天地的野和黄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小天地的野和黄而来 滴滴恩语 滋润普世华人心灵 恩语之声以世界各地华人经历耶稣基督 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